嗨呀 脸炮气病 硬行纯 种去工资再往上熟 这醒面来了 咱们得也要小费一下 就是老爹 不过你不是没钱了吗 怎么会没钱 我这儿还有老家的两张条呢 一张戒条 一张钱条 我这儿就找他要钱去 姓家的 看那些的戒条 家大使 借富贵一万块钱 百只孩子 快还钱 哦 是吗 我什么时候借给你一万块钱 我都忘了 行呐 那你快还我吧 傻 哎呀的翻摇我一口 哎呀 你看你这个戒条 写得漏洞百出啊 难怪他钻了空子 戒 可以理解为借给 也可以理解为借到 可以理解为他借给了你一万 也可以理解为他从你这儿 借到了一万 拿这种戒条打官司 只能被判作证据不足的 所以写戒条要注意 签字自带纸和笔 签名一定要收写 否则碰到褪色笔 两个小时就变白纸 借条要写在顶端 金额小写加大写 字笔行间别留空 免得坏人加个零 借钱用途要写名 读博贩毒不能借 非法集资更不行 否则欠款要不回 借出借给都不全 必须强调钱收到 不怕好人不诚信 就怕坏人会啥赖 利息约定要写名 超过三六算高利 最后别忘身份证 家庭住址也要写清 说到以上这些 基本就没有错了 下面给大家一个正确样例 所以富贵 你当时如果是这样写的 肯定他就跑不了了 哎呀别看这借条写的不多 但啥都有了 造纸的就好了 就是 不过爹 你不是还有张欠条吗 咱们还有希望 对没错 那还有张欠条 你看看 百只黑子 2015年借的都死念了 快换钱 哎呀 你又out到月球上去了吗 这是欠条 不是借条 区别是大大地 你这张欠条已经失效了 我的钱不用还了 傻是销 他说的没错 借条